银行账户的撤销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考点四,银行结算账户的撤销 这又是一个两星级的考点 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说,一头一尾一定是更重要的 我们首先来看几个情形 第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撤销呢? 第一,被撤并解散,宣告破产或关闭 连这个单位都没了,那账户可不得撤销 第二,被吊销,注销,营业执照 哎呀,这俩说的是一回事,单位都没了 第三,看到没有,有敏感性 我之前是不是讲过 因签纸需要更改银行结算账户的 不对,是需要更开银行结算账户的 我们刚刚讲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 是说你从西大街变到北大街了 银行账户不变,我们这个单位挪了挪了位置 现在是因为你从成都到西账了 那我这个位置挪太远了 以至于我要把原来的账户给撤销了 第四呢,是一个斗地条款 因其他原因需要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的 那这个没什么考点 重点在于第三点 要和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做区别 好,这是需要撤销的情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得撤销的情形 什么情况下你连账户都不能撤销 存款人尚未清长期开户银行债务的 不得申请撤销该银行结算账户 你还欠银行钱呢 你作为这个A企业 你的开户行 是比如说B银行 你跟银行借了一笔钱 你现在连银行的钱都没换上呢 你银行能允许你撤销账户吗 那绝对不能允许 但是注意哦 你一定是为清长期开户银行的债务 如果A企业欠老王钱 欠老李钱 欠老张钱 CDE 都是非银行的单位 他欠别人钱 他要撤销银行账户 银行管得着吗 银行压根就不知道 对吧 他管不着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是欠谁的钱 一定是欠开户银行的钱 才不能撤销 再来看 强制撤销的情形 你看我们这三个情形 我把它放到一堆跟你们讲 银行对一年内未发生收复活动 且未欠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因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至起 三十日内办理撤销手续 逾期视同自愿销户 未划款项 划入九旋未取专户管理 九旋未取 这个其实说的什么事 如果是视频前的你跟我的思想一致的话 看到这段话 我会马上想到一句谚语 叫什么 站着毛坑 对吧 你开了一个银行结算账户 人家银行每年还要给你对对账 还要给你进行日常管理 结果你这一年都没有发生过收复业务 一笔都没有 那你这不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那对不起 银行就要通知你 这个账户你是不是把它销了 如果你连连销户都不愿意 那银行也不会让你把这账户一直挂着 那对不起 我们就认为你是自愿销户 那你账上如果还有钱的话 划到九旋未取专户里面 统一管理 说的就这么一件事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撤销的程序 存款人必须与开户银行核对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余额 交回各种重要的空白票据及结算凭证和开户许可证 银行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销户手续 我觉得这没啥考点要讲 就是正常的 如果是出现在选择题里面 只要你是三观正确的 那没啥错误的一定是对的 好 问题在哪里 这儿撤销的顺序 这是考试的重点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讲 一般的单位 它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有四类 告诉我是什么 基本银行结算账户 一般银行结算账户 还有专用结算账户 还有临时银行结算账户 告诉我 这四类账户如果我们要撤销的话 我最后撤谁 你看 先撤一般专用 临时 将其所有的资金转到基本账户后 方可办理基本存款账户的撤销 这说明我们刚刚说任何一个单位 如果只能办理一个银行结算账户的话 它一定是基本存款账户 这是我们所有单位的主账户 既然你肩负如此大的重任 在这个单位阵地灭亡的时候 它一定是最后撤的 对吧 兄弟们先跑 那这些兄弟们的钱怎么办 如果有钱 全部都转到基本存款账户 最后基本存款账户 全军覆没 这个要注意 还有第二点 前面这些兄弟们先撤的时候有顺序吗 没顺序 一般专用零食 你爱先撤哪个都行 主要保存一点 基本存款账户 最后撤